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港岛契基,郑惠奇校长 我们学校是以心的艺术、外的实践 去推展我们的全人学习 但在这个学习过程里面 其实要实践出来真的不容易 我们正正就会透过我们的校本课程去推荐 今年更加以国民教育、国情教育和STEM去推荐 而电竞、运用数学更加不少 不如就由你们自己去看看我们的老师 如何将我们的学校发展告诉大家 自学能力一向都是我们学校 在教学和活动设计上重要的一环 所以我们学校在最初的课业设计上 都加入很多自学的元素 另外我们也都在校园各处 添置很多不同的自学工具 希望学生可以在休息的时间 可以帮他们提升自我 在我们资讯科技坡 我们学校也引入了3D打印 VN、VR、思维和一些偏程的训练 而我们引入了Rainbow One之后 一方面可以让学生 运用到在日常课堂学习到的 资讯科技触角 而另一方面也都可以让他们 善用科技扩展到不同其他科目的自学能力 拔信、装置是我们小学生遇到的难题之一 透过Rainbow One这个系统 学生就能够得到即时的回馈 而在高小的学生里面 老师就会发放一些阅读的篇章给学生 用以强化学生的知识 也都用以巩固学生的知识 我们的同学会用到Rainbow One 这个网上学习平台来自学和延伸学习 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和进度 来用到不同的学习材料 有时他们会用到Reading的练习 有时会用到Listening的练习 甚至有时他们会做一些Grammar的练习 最终我们都想培养学生一个知识的好习惯 在数学科方面 我们会在不同的数学范畴 加入Rainbow One 去提升学生的数感 特别在速算训练方面 我们在课堂时间 利用Rainbow One进行速算 就可以即时进行批改 这样就散却了老师批改的时间 亦都可以即时给到会馈学生 在低年班方面 我们会利用Rainbow One 用iPad去进行一些 有关图形与空间的练习 配合一些数学教具 就可以提升他们的学习动机 Rainbow One里面 有不同的辅助使用工具 能够让我们老师即时做数据分析 同时他亦都有非华语学生学中文 一些社交故事 职业治疗等等的多媒体教学内容 如果用它来配合我们学校已有的协作教学 特殊需要学生的辅导支援等等 是可以好好地帮助这些有需要的学生 同时亦都可以建讨一个歌人化 而且互动性高的课堂 大家都看到我们的小朋友 他们在中英数上和其他学科 如何进行 在他们自己的多元智能的不断增值 解能能力的提升 我相信他们会有很好的发展 在此我们期望我们的小朋友 能够振翅高飞 找到自己的理想 海比亚 是时候说再见了 好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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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